面对村超联赛的拒绝 足协这个脸丢大了 贵州村超拒绝足协指导 真的霸气硬刚啊 村超本来就是以锻炼 娱乐为主 足协指导杀 村超不需要像国足一样强大 民间体育带给民众快乐与激情足够了 我觉得贵州村超拒绝是对的 贪腐堕落是会传染的 如果足协介入进来 把那些歪风邪气都会带来 坚决不同意被腐蚀 不同意被毒害 不同意被出卖